為了三年一次的大清潔 藍牙博物館的員工、志工、外包廠商 先經過專業的教育訓練 再依照制定的規範來進行相關工作 像是事先的包膜加上細心的態度 連樹葉上的灰塵都得一片一片來清理 甚至還要一邊清刷一邊用吸塵器來輔助 細膩的程度令人讚佩 目的就是為了保護文物 避免受到損壞 因此管方為了工作順利的進行 所以暫時對外休館五天 趁著這次疫情的關係 然後我們也剛好到了那個三年一次 要做一個算是一個大清潔 那這個大清潔需要做整個展場的 這個文物的保存的一個修復 然後還有就是要注意整個標本的清潔 所以我們就全館總動員 用3月23號到3月27號 這五天的時間 進行修管 然後是沒有接受開放參觀的 所有的重要的展品 文物 標本 全部都把它包模包好 包好之後高空作業先做 原則是高空作業 因為它灰塵掉下來才不會影響下面 所以高空作業做好之後 然後才一一的開始進行 像我們的樹葉 有很多的植物它是很難清潔 它必須一夜一夜清 所以那個部分要先做好 然後然後最後呢 整個把難度比較高的部分做好之後 然後接下來樹葉做好 樹葉底下有很多的動物 那些動物是最後在慢慢慢慢細緻的清 那文物的部分也是一樣 文物也是大把整個大環境大概清好之後 文物的部分也是比較屬於後面的清潔 那在最後的那個玻璃掌櫃 因為它是比較簡單 然後整個流程呢 我們是有一定它的工序 在五天的修館 共動用150人次 針對長設的館廠 進行全面性的清潔工作 才能再以最佳的狀態 提供給全國遊客參觀 所以提醒大家 藍博在3月28號才有對外開放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抽到4月兵,誓示成 invitation 4月1日